香港環境保護團體和各界公民代表 星期三在立法會外舉行抗議活動 呼籲當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 通過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罪行的動議議案 香港環境局副局長陸公衛在會場外說 香港立法會議員郭輝凡的動議說 全世界每年撲殺大象大約3萬3千頭 非洲延傳大象47萬頭 暴獵大象目的是窄取象牙 消費市場主要在亞洲 這項法案還說 不法商人利用香港的法律漏洞洗黑象牙 使香港成為國際野生動物走私活動中心之一 世界自然基金會負責打擊走私犯罪問題的高級主任盧敏惠說 香港立法會就象牙走私進行辯論 是結束經香港的象牙貿易的第一步 他說象牙的廣大潛在市場在香港及中國內地 我們都是最大的市場市市場市場 所以我們希望在香港外出市場 通過多々 Johnson 杏梁的石頭 我們持續更大公司 包括大隊 하나、瘋狂的市場市場地 包括墳庫、北京、廣州和上海 so we are very big driver 参加抗議的人還說中國傳統文化崇尚花鳥如蟲 鎮汽易秀 不過為此不顧環境和道德就是不文明行為 法律應該明文禁止 香港為此立法非常重要 美國之音電視報導 美國之音電視